好 回來第五節 升旗易得讀 剛才說了一些經濟 這一節更加要說經濟 因為萬眾期待的G20峰會 就好像是開完啦 布爾諾斯艾利斯 應該是全世界首都名最長的那個 七個字 算不算呢 我也不知道 最長是這個 另外一個六個字的 紅都拉斯首都也是六個字的 這個 這次的G20 很多人都很期待 為什麼呢 就是說 特朗普會出招了 可不可以簡介一下G20峰會 其實就是20大工業國 定期有一個會議 今次的會議舉行在阿根廷 很多國家的元首都會出席 甚至是日本 基本上是八大工業國 再加一些新興國家 金磚五國 加上金磚 本來可能只有幾個而已 G7 之後G8 之後就去了G20 連阿根廷也榜上有名 應該巴西也有份啦 要講經濟體 巴西也不用啦 這次的峰會 其實是 昨天 星期日就說達成了共識 中美 90天內也不會 向對方徵稅 公佈的內容是比較雙方的 即是 又沒有說誰贏誰輸 表面上 大家各取所需 對啦 各取所需 因為你在大陸報和 在西方媒體報是兩件事 這個像不像 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國字表述 後來搞搞沒有了 我回家就說我贏了 特朗普夾著美巴桃 特朗普呢 美國傳媒就說 特朗普大莫全勝 沒有所謂的 我們看他們的照片 觀察一下身體語言 特朗普好像笑得很牽強 他比較覺得好像被人找了笨尺 但是他最後是OK的 途中就有一點點 扁嘴 有些扁嘴 可能吃錯東西 在這個 峰會裏面 是不是吃了酸梅乾變超人 吃了酸梅乾變超人 有個米子 如果看表演 看樣子就好像特朗普輸了 對 他很明顯是一個 比較失落的樣子 而且木口木面比較嚴肅 內容就不太相似了 內容就好玩了 大家真是各取所需 其實呢 貿易戰說真的都不會有贏家的 打出貿易戰大家都會輸的 一定是雙輸的 因為你能夠蒸一條稅 人家就蒸你 美國向中國蒸稅 中國就向你汽車蒸稅 因為 美國其中有一個軟能 我們說了就是iPhone 另外一個 就是GM 通用汽車 通用汽車 是美國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死穴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現在還是用一種 聘請着 很大量的工人 去做汽車業 而養活了 不少這個叫低下層的白人 最重要就是 他們的時薪不便宜 這個在2008年的數據 他們的時薪是150元美金 最新幾次 一小時 即是1200元 一個小時 時薪 一天做8個小時 就算是一天 港幣雞幾夜 如果1500元美金時薪 做8個小時 1200元美金 一個月做20天 那個工人多少錢 比特朗普貴 他請了那麼多人 就變成了那個退休金壓力 很大 其實美國也很講福利 對啊 你還要幫他買保險呢 對呀 養得人越多 那個架構的競爭力 越來越低 以經濟學國來說 沒錯 所以呢 GM其實已經成為美國的一個 婦女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昨天我們 前天我們網聚說起美國車 Ricky就出來說 美國那些車 你擦到時也沒有人偷的 因為 浪油 大舊 很多不方便 因為那些人說 美國車降水漂亮 美國車降水漂亮 歐洲車降水何尚 歐洲車一樣 但是 美國車比歐洲車更加吃油 很大價的 很重的 重型車 重型車 你是不是做慣重工業 應該是呀 他是不是在Larser 出來搞呢 火箭 用火箭技術來做車 包撞 那美國是軍工業的 包贏 撞傷就贏了 那又不止了 你有沒有聽過 他這個做iPhone 是輕工業的 你有沒有聽過以前 有車叫做Skoda Skoda 好像聽過 是捷克車來的 當時捷克還是共產黨年代的捷克車來的 那些車 真的很重 真的重了 我真的懷疑是不是 坦克車 坦克車 很重的 勞斯萊斯本身是做坦克的 好厲害 那那些船是否跟軍艦改過來的 看看什麼船 看看什麼船 航空母艦那隻的鋼 防空母艦是從賭船那邊來的 那就是瓦倫格而已 我們再說 因為 因為始終美國車 現在反而 很大部分都可以出口中國 所以 GM說不行了 要裁員 特朗普的壓力很大 因為不是只是大豆 我們之前說過 美國現在是乘倉大豆 因為中國不買 那麼就被迫著擺倉就來勾難了 那麼這次這個峰會 基本上達成了一協議 大家都葛事傻碩 正如劇密所說 你 意思是中國也肯讓步 其實讓什麼步呢 你當初要加我稅嘛 那我就不購買你的東西 那不購買你的東西 主要是大豆和汽車 對你最大影響嘛 大豆不買 你是不是放了倉 你是不是等發煤啊 不買你的車 你的工人到時 GM就救命了 GM這家公司很兇的 一說要裁員 一說不行 政府就要救他了 因為他是有大量的工人 他養了太多人 大到不能倒下 他是比起雷曼更加重要的 幾十萬人養了 但是你想想 人工付出很大 幾十萬票也挺有影響力的 還有幾家庭呢 你一個工人養活整個家的 你想想 說到08年的數字 是105元時薪 當不了8個小時就當不了6個小時 6個小時就900元美金 如果習近平要出招 其實就是要搞通用汽車 他不是說 你一說搞通用汽車 通用汽車已經立即幫你去搞特朗普 你講一句就可以了 所以現在特朗普其實就是要有些地方讓步 你從他的表情 很明顯 他有部分的東西 是讓步的 不過我們經常這樣說 被人罵得很厲害 你們這些人 經常幫大陸說說話 說到特朗普讓步的 又不見你們說習近平騙搖美核鏈 你看他的表情 是誰讓步的 特朗普其實是喜怒如意識的 騙不到人的 他開心的樣子 興奮的樣子 兩隻手指是向天舉的 如果他贏了的話 很明顯這次一看表情就知道他輸夠了 就算不是輸了 他也是讓步 他本來可能想著剝你彭牙 剝你光珠 現在 剝不到你光珠 一樣而已 但我們好像也不只是這樣看法 我們好像背後也有別的看法 老實說 中國當然是讓步了 一定是有讓步的 雙方其實也有讓步的 問題就是你中國 答應了跟美國買多了多少東西 也很多的 跟他買回藍原產品 藍原產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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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其他東西的嘛 包括 不可以拘捕 出 有很多其他東西的 藍原產品啊 就是那些 接計毒品的止痛藥嘛 不可以拘捕嘛 你想一下吧 因為 如果中國 能源方面呢 中國絕對可以跟美國買多很多 反正你跟沙特好 你跟俄羅斯買 你也一同買的能源嘛 不過 跟美國買的能源呢 運輸成本會比較高 太平洋給外運過來 可能那個成本會比較重 因為跟俄羅斯買便宜嘛 就只有汽油館過來 相對便宜一點 但是俄羅斯不會死亡人的 俄羅斯也是找笨拆的 中國呢 主要都是給俄羅斯找笨拆的 當年百多美金高油價的時候 中國不是跟俄羅斯簽約的嗎 買旗幼買很貴的 而且還沒有折頭啊 買很多也沒有價格 還有他要用盧布來結算 又被人賺了的匯率 匯率又虧了給別人 以固定盧布價嘛 其實是兩頭輸的 如果跟俄羅斯簽約 老實說 中國跟俄羅斯簽約沒有一次贏 每次輸的 如果在這個角度來說 中國確實是輸少了 輸少了 輸少了就當贏了 其實跟美國買的可能比較好 這次呢 我可以 簡單一點來看就是 你中國呢 很明顯呢 你這次就等於根子賠款 但是呢 美國人收了你的錢 也不是白賺你的 他給你一些 優質的貨品 他不是給你一些垃圾的嘛 我國人就給你垃圾的嘛 賠還賠 都講良心的 給你一些貨品 消費者 這個分別就是 以前香港就幫英國人買東西 現在就幫大陸買東西 但是呢 你幫英國人買東西呢 他至少給你一些遲樣的東西 大陸呢 就對不起 有些豆腐沙中線給你享受的 以前英國人買的東西呢 其實真的很硬 你見建的房子 舊式的房子呢 那些鋼水很足 鋼筋又粗又大 現在呢就不是啦 拆開裡面的鋼筋 可能筷子也不夠 現在貴就貴了很多 但是收貨又難的 差一點啦 質素差很多啦 如果是這樣啦 如果中國要打贏呢 其實都是 盡量出口多些給美國好 出口多些給他多些豆腐渣 美國的要求呢 你是過不了合格的 你又要彈回頭 是不是 因為呢 那些人接美國廠那些 尤其是接亞馬遜啊 接那些Walmart的 訂單 你知道是很嚴重的 因為Walmart呢 是有 退貨保證的嘛 因為呢 他每年收到你的貨 不是結帳的 他定時定後就會寄回一些貨給你 這些是退貨的 那些貨是你自己銀的 那些就沒有錢 就不結帳了 那些是不能結帳的 還要扣回之前的帳 所以呢 做大公司的帳 其實基本上是全是虧本的 做大公司的單 真的是拼命的 拼命啊 是虧本多的 很多時候是虧的 因為呢 他還有一招的 就是先呢 就哄你 就你幫他做啦 那你開始買多些廠房設備啊 新增生產線擴充了之後呢 就糟糕了 跟著他呢 就捏你架了 那你沒辦法的 因為你不做 不做都可以 但你投資了 你就糟糕了 就是把火頭洗濕了 但你不能回頭 這招很出名的 美國的廠 美國廠全部都是做這些 所以呢 大陸很多廠家接美國的單 其實真正的意義 不是很多的 坦白說 我為什麼用庚子賠款 來形容習近平呢 因為 很嚴重啊 不是啊 我反而覺得是恩禍得風啊 為什麼呢 庚子賠款最後發生了什麼事啊 美國將庚子賠款退回中國 將那筆錢 成立了這個 清華大學 反過來 還要益回你 你看那麼多年以來 美國其實真是益中國 美國其實真是益中國 找回一些好東西給你 錢給你 原本 收了你的錢 原本收了的錢不是做事 原本收了的錢 賠款應該是袋入袋的 但是他拿回錢 幫你大學校 幫你大學校 海軍 陸戰隊又幫你培訓 然後呢 又出了飛機 出了大砲 運了武器給你中國 沒有錢的啊 又援助你 其實真是美國佬說真的 才是中國的朋友 反而 現在 說到美國好像是敵人 反過來 長期找你賓食的俄羅斯 你當他是乾哥 他從來都會找你賓食的 你當他是乾哥嘛 他當你是乾弟嘛 他真的當你是乾弟 我發覺 老實說 你寧願錢益美國好過俄羅斯 真的啊 起碼美國不會先拿你的土地 你想一下 美國也要大兩把土地啦 菲律賓也不要啦 當時菲律賓說當然是美國啦 他不肯要你啊 當時夏威夷好像也要成為美國的第50個州 也是要公投的 要得美國同意 他基本上都公投入了的 現在就入了啦 五十元代美 六十元代美 剛才入了兩個 就是阿拉斯加和夏威夷 最遠和現在應該去到塞班 塞班不是 塞班不是他的州 不是州 但他是屬地 是屬地而已 那你屬地 波多尼國也是屬地啦 波多尼國是托管地 但是有可能做第五十一個州啊 哦 現在吹緊 應該應該是家人啦 那些人被爆上街的美國 你被他做州就有權投票了嘛 影響你 可以選總統的 可以選總統的 還有他當是你的屬土嘛 有個問題就是 美國 反過來 他要得到人民同意 才可以由你 成為他的州 但中國就不是 什麼東西都是中國神聖領土 不可侵犯 除了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 人家可能是不同意的 難道反過來 所以這件事 我剛才去討論了二萬次 這個真的討論了 不厭其煩 這次其實都是意料之內的 因為老實說是貿易戰 我們一直都說是 吹得很大 實際的操作呢 是兩邊國家都 老實說都玩不起 因為其實現在呢 你當不當它真的是貿易戰呢 其實現在 根本就是貿易戰的形式 只不過是美國 是要禁止你 不讓你起 所以這一場仗呢 對不起 就不會停的 總之是打打 談談談談 打打 扯戰扯退 有排玩的 還有 那個範圍 不單止在貿易那裏 其他就會玩氣的 你偶爾就要玩你的高科技 不讓你投 其實主要是經濟力 很多東西要玩的 反而呢 美國是不介意你這些人權紀錄差的 也都不介意你沒有民主的 因為這件事呢 對他不構成壓力嘛 你沒有民主就好事了 只能這樣 只能夠這樣說 他會玩一件事 就是玩這個 到底是不是 拿這一張牌來打 他會拿這一張牌來打 他會拿這一張牌來打 但是你問他是不是真心 關心呢 就不會的 所以 那一張牌是會打的 這些人權牌絕對是會打的 特別是 民主黨比較多 香港美國關係法 香港美國關係法 也是說這個 他也是當張牌來打的 他也是當張牌來打的 如果你按那個關係法 香港如果那些人權是有問題的 應該早就應該要出聲 也沒有出過 那麼久也幾乎 有 有 上次正改叫你先帶著的嘛 上次美國領事出來叫你先帶著的嘛 上次是誰啊 大家記不記得嗎 來下街吃蛋撻咯 他就叫你先帶著的嘛 因為他說沒有的啦 你不要就沒有的啦 他也知道是共產黨 他也不打算幫你爭取 是有好過沒有啦 都說了你們的啦 現在是不是拿來壞呢 現在沒有了 現在連少少也沒有了 是不是 頭也沒有頭了 假民主就起碼叫民主呀 現在假民主也不想給 沒有辦法的啦 那我們呢 我覺得貿易戰 未來這兩三個月只會說九十天講而已 之後也是講和多的 因為你真正打氣上來其實雙方的經濟都受損 他也會打得很難的 他們會打不停的啊 當然九十天之後就會怎樣了 應該會有些動作的 一定會玩玩玩玩玩的 因為不然他都交代不了的 你就不能打 你交代不了的 我們平時打官司那樣都會吧 講好了 先做一下調解 調不到嗎 再弄兩封信給大家看 然後又來過 又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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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會在其他東西那裏玩 突然間在第二個戰場那裏玩的了 你是想不到的 這次的說法也好像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一個談判期來的 90日 到時再看有沒有一些新的共識達成 不過最近90日不夠就會突然間有些東西爆出來 一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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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擔心一定有的 現在大把這些東西玩 尤其是美國根本 你以為美國不知道大陸在做什麼 你以為他沒有資料的嗎 不過他還沒出手而已 大把東西都收在後面 這節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星期五再見 拜拜